最近全球暖化一直是個很熱門的話題 老師也有在上課的時候提到綠建築可能是未來發展的趨勢 而台灣又是一個沿岸第四地平的國家 在海平面逐漸上升的衝擊下 整個西部沿岸都有可能會被海水淹沒 所以我們認為我們應該要像荷蘭一樣 學會與海共存 於是我們開始設計我們的水上建築 一開始我們畫的設計圖就是以河葉上水族作為意象出發的 然後河葉就代表著補水上的淨土 然後上面水族就是代表人類的生命力 然後在未來我們希望這個建築可以有一個一個個體 然後連接在一起變成一個社區甚至城市 所以就在大家集思廣義之下 我們這個名字就誕生了就叫做臉科國 我們會用我們在WEH的方法幫我們所有的事情做一個歸納跟整理 然後列出我們的目標 並一一地去完成它 然後一開始採決了很多水上建築的案例 所以瞭解水上建築該如何去建造 然後我跟老師討論過很多次之後 我們還特殊我們想要用什麼樣的工法來完成我們的設計 然後在設計的過程中我們有一陣子遇到了很大的撞翔劑 然後就是一直畫不出真正想要的樣子 不過我跟老師討論過後 我們還特殊我們這一種水上建築的歪形 在處理問題的時候 常常討論出很多解決方案 但是跟老師談的時候每次都會說不行 當下真的蠻挫折的 可是後來想想老師這麼做好像是對的 他不會告訴我們答案 而是要我們自己去尋找 我們選用寶特專這項綠建材 那為了了解更多的資訊 我們也實地到台北去做探訪 那我們也有一直和建設公司做討論 這個建材該如何配合我們的設計 公司那邊的人他們也都很親切的跟我們解答 我在這一次的經驗中也學到了該如何跟公司洽談 其實在這個團哥還遇到蠻特別的事情就是 大家都搶著做事 可是因為大家就各有所長 所以最後還是每個人分配到自己專長的部分 然後其他人在協助他 我們在每件事都會做分工 然後做完自己的部分再互相很好 過程中我學習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 我不能把所有的東西都往自己身上來 因為在一個好的團隊合作中最重要的就是包容 作為一個組長能跟這些組員合作 真的是一個很棒的經驗 是最重要的事情 可以看出一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